1944年,盟军已向轴心国发动了全面进攻 法西斯政权已经进入了覆灭的倒计时 可就在各地捷报频传的时候 唯有中国战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溃败 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 国民政府却在玉香桂战役中惨败 不仅丢失了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让日军将中国西南切成两半 其败状之惨烈 甚至连美国都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具备独立抗战的能力 但在这场耻辱的玉香桂战役中 却有一人拼死奋战 死守衡阳47日 险些让来犯日军全军覆没 这人究竟是谁呢 方先爵 黄浦三七 在军中服役多年 先后参加北伐战争和蒋桂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 方先爵被任命为预备第十师师长 先后率部参加了松户会战 武汉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 可以说是国军中九经沙场的汉将 方先爵不仅战场经验丰富 在国军队伍中更是出了名的不怕死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 方先爵接到了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的电话 薛岳问他 阵地能守几天 方先爵回答 能守一个星期 当被问到如何守时 方先爵断然地说 一线守两天 二线守三天 三线守两天 挂下电话后 方先爵当即命人准备好笔墨写下遗嘱 之后转交给副官张广宽 张广宽看后 当即决定将之公之于众 并于第二天在长沙日报 以方师长誓死守土 雨立遗嘱为头版大标题 将遗嘱全文刊登 运华勿期 此次我军固守长沙 任务重大 长沙的存亡 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 我决心以身殉国 赦若战死 你和吴子的生活 政府自有照顾 遗嘱一出 举国震惊 全国军民在感慨 方师长汉不畏死 为国尽忠之余 更是踊跃备战 士气大震 借着方先爵的这一号召 全国军民众志成城 歼敌五万 一起打出了长沙大劫 至此之后 方先爵在国民党军队中 就成了标杆一样的人物 代表着中国军人的血性和勇气 1944年 日本的海空军在太平洋战场上 几乎被消灭殆尽 为了夺回战争主动权 日军大本营决定 从中国寻找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打通华北到东南亚的大东亚交通线 从而让日军的各部分贯通起来 并联系被切断海上交通的南洋日军 以保护日本本土和东海海上交通安全 想要打通这个交通线 日军就必须攻克长沙 衡阳 桂林 日本陆军第十一军统帅 衡山勇带着十二万日军 在用重兵砸穿削月精心构筑的天炉战法后 立即挺进长沙 将长沙纳入日军的控制下 随后 日军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战略要地 衡阳 此时 衡阳周边的中国军队 均已被日军击溃消灭 镇守衡阳的方先军和1.7万守军 已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 如此危机之下 蒋介石亲自给方先决打电话 要求方先决务必坚守两个星期 尽量消耗敌人 方先决当即表示 第十军将不惜任何牺牲 一直战斗到死而后已 惨烈的衡阳保卫战打响了 在最初的三天 日军先是扫荡了衡阳外围的阵地 并摧毁了湘江机场 随后 派部队迂回到衡阳以南 切断守军后撤的道路 紧接着 日军便对衡阳发动了总攻 但让日军指挥官衡山勇感到惊奇的是 中国军队的抵抗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无论他进攻多么猛烈 中国守军始终不曾后退一步 日军先是集结优势兵力 正面进攻城南第十军的阵地 第十军的官兵遂迎头痛击 双方在阵地上展开了惨绝人寰的拉锯战 进张家山高地一处 双方便反复一手二十多次 阵地上留下了上千具尸体 在第十军激烈的抵抗下 日军被迫暂停进攻 经过一星期的修正 日军于7月11日卷土重来 这次 日军改变了战术 没有立即发起正面强攻 而是先向衡阳发射大量的燃烧弹和毒气弹 在毒气弹的作用下 数以百计的中国守军口吐白目 倒在了阵地上 宛若人间地狱 用毒气消磨守军后 日军再次发动了进攻 但是第十军的官兵依然寸步不让 日军损失惨重 依然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此后的几天里 日军故技重施 继续发起总攻 但除了留下无数尸体外 依然一无所获 衡阳能坚守到这个时候 不仅出乎日军的意料 更完全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期 这次欲相贵战役 先是河南溃败 后又长沙失陷 刑事本已万分危机 但没想到 方先决固守的衡阳 却成为了战役的转折点 死死拖住了日军 如果此时能抓住战机 扩大战果 定能一雪前耻 对于蒋介石来说 这个机会绝不能放过 因为就在长沙失陷后不久 罗斯福就提议 让史迪威取代蒋介石 担任盟军远东总司令 蒋介石因此痛心疾首地说 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 当作一个军队 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 这种精神上的耻辱 较之于日口占我们的国土 还要难受 为了挽回自己的地位 蒋介石遂命令附近的国军 火速池圆衡养 争取与方先爵里应外合 全歼日军 此时 方先爵已经坚守了39天 在日军疯狂的进攻下 第十军逐渐面临 补给匮乏 但尽粮绝的危险 他们只能寄托于援军的到来 但是 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 却因为保存实力的缘故 运动迟缓 迟迟不来增援 给了日军极大的喘息机会 最后 方先爵垮了 如果有能力抵抗 却随便放下武器投降 这肯定是应该批判的 但第十军在衡阳血战47天 拼到弹尽粮绝 仅剩一两千人 还能拿起枪 剩下能喘口气的 全是伤病 这种情况下 投降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无可厚非 本应该只坚守14天的衡阳 他却足足坚守了47天 看着周围漫山遍野的尸体 他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士兵白白送死 他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 最终 在外无援军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 守城最高指挥官 国民党第十军军长 方先爵等一批高级将领 最后以保全伤兵的条件 向日军投降 衡阳保卫战结束 在这场战役中 第十军一万七千人 共伤亡一万五千余人 其中阵亡约七千六百人 而日军方面 共十二万人 伤亡约四万八千人 其中阵亡约一万人 1944年 蒋中正电令全国部队 于8月20日 在各防区内 向衡阳阵亡守军致敬 由于衡阳保卫战的战绩 方先爵所率第十军 各师师长军货班青天白日勋章 之后 《大公报社论》是这样说的 拿衡阳做榜样 每一个大城市都打47天 一个个地硬打 一处处地死拼 请问日寇的命运 还有几个47天